好,花瓣部分我们已经勾完了,一朵花是十个花瓣 下面我们来学一下花心 首先我用的是黄色的线 先在手指上绕两圈,环形起针 先绕线带出另一个变质针 然后开始勾短针 我们要勾六个短针 好,六个短针割完以后我们开始收针 我们先拉一下上面的这一根线啊 上面这一根线,把它拉紧 然后另外一根线就会收紧 我们再拉一下线头 好,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是隔一针加一针 我们先勾好一个短针 再下一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我们重复这样的勾法 勾完这一圈一共是九个短针 这一圈 这一圈勾完以后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是不加不减勾一圈 每一个针勾一个短针 每一个针勾一个短针 都可以随便当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 这一圈勾完以后我们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是全部剪针 我们用的是隐形剪针啊 先调一下靠我们这一半的半针啊 调两个半针 然后直接带出 然后再绕线带出 就是一直这样重复这样的方法 到剪针结束 我都会相信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都可以随便当你说的 我都愿意去回忆里 我们剪完以后在对面的这个针 直接勾一个引拔针断线 就可以了 然后不用筛棉花 好下一个视频我们开始学花托和叶子 满足的 是